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欢迎收看FayC Party 我是Tommy 我本身是很喜欢吃板面的人 其实有很多 比如一些什么O.O.O.板面 有一些Franchise的 我几乎都吃过了 今天这一家 是我最近看到它一直都 开了蛮多间粪汤 我都还没有去试过 所以今天就想要去Try一下 叫做Saba Saba 辣椒版面 Saba 和Saba 我觉得应该会有点不一样 101 辣椒版面 就是这个 那你们的辣椒版面 我知道你们全部是 辣椒、面 所有的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你们觉得你们的辣椒 和我们这里的辣椒 东马和西马的辣椒版面 里面的干辣椒 都会有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是会用 泰国辣椒干 和虾米 和一些酱汁 去炒 干了 然后炒 炒 所以 变成 出品的味道会很好 对 虾米的味道很脆 我是很喜欢吃辣椒版面 但是Saba 我都没试过 所以今天你试一下 OK 谢谢你 麻烦你 辣椒版面也不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不过 今天就是来吃一下这个Saba 辣椒版面 它怎样在这样多竞争之中 突围而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我今天进来 生意蛮不错的 蛮多人的 快来个Nabo Nabo要趁热吃 Nabo版面 因为一来的时候 你比较快 你要全部将那个蛋捞在一起 所以这个 要趁热吃 一般上的版面 就会比较粗跟硬一点 这一间Saba辣椒版面 它的那个面 会稍微软身一点一点 它不会太过自私的那种版面 就好像用机器搅出来 它是很手工的感觉 这个好吃 很有古早味 我可以看到它们最突破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版面店有的吃卤肉饭这件事情 不过它卤肉饭一来 你就可以很明显闻到那个卤肉的味道 还有重点是那个炸虫 它的炸虫很香很香 那卤肉饭应该是那个炸虫太香的关系 给我了一点点想到Bakutte Bakutte也是有时候 我们马上也会放一些炸虫下去 Bakutte也不知道 鲁肉饭好吃 像Bakutte的卤肉饭 这样我很难搞 我现在来吃沙巴辣椒板面 我不想要吃饭 还是要吃面 多好吃 我们先测试一下 先不要这样中手 不要这样冲动 因为怕等下真的会很辣 我这样子看啦 那个辣椒应该还不够 还有一点白白的感觉 因为我突然想吃辣椒板面 那我要吃整个红红的 真的好吃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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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夹 这样大罐放在你的桌子 让你随便夹 不像有一些地方叻 辣椒板面它就放 放好了叻 不够大方 这个大方 啊 这样才像样嘛 要温温的啊 有一间老字号的那个辣椒板面叻 啊很老字号的那个叻 它辣椒叻 是很punch的 很重口味的 一咬下去 你会觉得很辣很辣很辣 但是沙巴辣椒板面叻 它的辣不会来得那么快 它就是慢慢 心疼的入口 吃了些 然后你会觉得 诶 蛮舒服的 它又再加上它那个辣椒 里面有一些虾米的香味啊 越吃越吃 诶 那个辣慢慢来慢慢来 但是它不会给你辣到瘦不了 不会说了 辣到你 不舒服 一直要找谁喝的来做 你知道我吃到现在 都会不要找谁喝 我觉得是舒服的 还可以 还可以 外面的盐酥鸡叻 会比较小粒 它比较像爆米花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盐酥鸡叻 很大片 先吃一个原味 很香脆很足心 你说它有没有台湾的那种 盐酥鸡的感觉 我反而觉得 比较缺少了 像台湾的那种感觉 不过 它有它自己好吃的地方 可以直接教是它们的招牌炸鸡会更好的 因为那种味道 跟台湾鸡猪鸡有点不一样 还有这个是它们的那个 泰式麻油泥酱 点一点 因为炸鸡本身是一个油腻的楼子 然后 点那种酸酸辣辣的酱呢 会让你更加开胃一口在这一口 炸爆鱼菇 最近那种菇类拿来炸呢 越来越流行 炸的很香脆 重点是 这里的东西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小气 它每一样东西来 都会大大片 大大块 大大碗 大大罐 这样子 会让你吃到很爽 台式卤肉饭都是小小碗的 它这个是大大碗 刚才我讲的那些什么大大碗 大大罐那些 还是小case 真正的大大碗 是什么呢 是这个啦 如果你是很大吃的人啦 一个人来猜一下这个 日式拉面 基本上它这一碗呢 是可以给三个人吃的 如果你一个人能怼完它呢 我说你厉害 有没有人要来挑战一下 哇 好重 好重 这个汤里面有什么 这个汤里面有加些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Recipe 哦Recipe 不可以说了 不可以说了 不知道什么Recipe 自己来喝 但是我只是说 很清甜很清爽 不可以让你喝了 只要被人口渴 有下的渣子扒 肥仔的最爱 大猪爬 然后像大碗 一看到心情就很好 很想自己一个人吃完它 不过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你问我说 它跟一般的那些板面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它很多选择 它不只是板面 然后它有台式的卤肉饭 又有日式的拉面 就这样 哪里一间板面店有这样子的 选择 就过去了 有没有 刚才有一种东西 我是没什么想去拍的 就是猪肉丸 猪肉丸和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猪肉丸 他跟我说是姜汁猪肉丸 然后我的朋友说 好姜汁 这么够姜 不是搞笑 有些人的姜汁 是在一个汤里 是用姜去煲那个汤 这个连猪肉碗里面 也有酱的味道 我相信应该是 有放一些姜进去里面 打那个肉馅 这种小巧思 它的确是可以 当场加很多分的那种 我呢 就喜欢吃炸鸡 所以我觉得它的炸鸡 真是很正 这个 真是很正 这个都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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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下去 到妹妹那边 不可以 哈哈哈 沙巴辣椒板面 我觉得是推荐的 因为它东西的确是很多 你要看一间店呢 它东西好不好吃呢 看它人潮就知道了 里面开 都是几乎满座的 沙巴辣椒板面呢 其实是在去年的六月 才正式入住来西马这里 但短短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开了四间分行 而且现在第五间 在Sungai Long 也就这样要开了啦 我是诚意推荐 好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频道 旁边有个听筒 按下去有最新的影片 你会最快知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